HELLO 大家好,我是許醫師 大多數的靜脈曲張都是後天造成的 不過有少部分是先天性的 醫學上稱為Klippotrenone syndrome 以下我們簡稱為KTS 這是一種先天血管畸形以及合併肢體肥大的疾病 包含微血管畸形、靜脈畸形以及肢體肥大三個經典症狀 疾病是因為胚胎發育、血管生成時發生基因突變 使細胞過度生長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KTS是一種自發性的疾病 比較少家族性遺傳的病例報告 患者在出生時通常可以看到皮膚上有葡萄酒色斑 可見於90%到100%的病例 是因為微血管呈現扁平、紅色或紫色的增生 使皮膚產生色斑 這通常是出生時所出現的第一個臨床發現 並隨著孩子的成長而擴大 另外,隨著成長,靜脈和淋巴系統也可能受到影響 所以會看到靜脈曲張 也可能伴隨組織和骨骼的肥大 所以會看到兩隻腳不一樣大 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下肢,主要影響單側 左腳或右腳都有可能發生 極少數的情況下 可能會出現上肢、頭頸部和雙側的症狀 皮膚血管斑或稱為葡萄酒色斑 在出生時就會被發現 最常見於下肢 色斑可以呈現出一大塊、邊界清晰、形狀不規則的樣子 通常為深紅色或紫色 也可以是斑點或截斷的樣子 有時邊緣不太明顯,呈現淡粉紅色 由於胚胎時期 無半膜的靜脈結構持續存在 尤其是大腿外側邊緣靜脈及坐骨靜脈 可導致擴大、彎曲的靜脈曲張 這些靜脈曲張常位於大腿和小腿的前外側 可發現皮下有藍色的、突起的、柔軟的、 可壓縮的腫塊 靜脈曲張可能在出生或嬰兒時就看得到 但通常在兒童時期變得更加明顯 深部靜脈也可能發生結構異常 包括靜脈發育不全、靜脈擴張或壓迫 其中果靜脈和骨淺靜脈最常受到影響 因為卵組織以及骨骼過度生長 出生時常發現肢體肥大 但靜脈曲張和淋巴水腫也可能是觸發因素 一般來說 肢體肥大以及血管病變常發生在同側肢體上 但也有少數的個案是發生在不同側的肢體 肢體肥大大多發生在單側下肢 常見兩隻腳的大小不一樣 臨床診斷來說 如果以上三個症狀有發現兩個 就可能為KTS 有時伴隨淋巴系統的異常 包括淋巴管與淋巴結的數目減少 會有淋巴水腫及淋巴液的勝出 因為有靜脈曲張 所以有常見的靜脈曲張的症狀 像是腳的酸脹、搔癢和疼痛 擴大的靜脈瘤也容易產生靜脈內血栓 造成表潛性的血栓靜脈炎 產生皮膚疾病 如果有反覆感染 會形成潰瘍傷口 另外,因為靜脈結構的異常 也容易破裂出血 少部分的病人會有深部靜脈的問題 可能造成深部靜脈酸塞和肺酸塞 因為淋巴和靜脈系統的異常 使循環變差 皮膚會變得跟橡皮一樣 醫學上稱為止化硬皮症 使軟組織容易受到感染 形成瘋窩性組織炎 此外 因為下肢長度的差異 長期下來可能會有脊椎側彎 部態受損和疼痛 KTS造成下肢靜脈曲張 會遍布大腿、小腿和腳踝 可以看到整隻腳浮腫 很容易觸摸到皮下柔軟擴大的靜脈瘤 治療的目的 要把靜脈曲張去除掉 減輕靜脈壓力 改善腳的痠臟和疼痛 去除掉靜脈曲張 也可以避免血栓靜脈炎 蜂窩性組織炎 深部靜脈酸塞和肺酸塞 治療前的超音波診斷非常重要 KTS的靜脈曲張的根源 通常不是傳統常見的大影靜脈和小影靜脈 而是大腿外側的邊緣靜脈 通常是多發性 不是單一併造 這些併造也常常會影響到大影靜脈和小影靜脈 在皮下變成錯綜複雜的靜脈曲張網路 KTS非常難治療 治療可以使用傳統手術切除 雷射微創手術 微創勾出手術 或是注射治療 現在的微創手術相較於傳統手術 可以減少手術的併發症 較不會影響病人的行走能力 不管採用哪一種治療 都必須要有耐心 才有辦法達到明顯的效果 此外 KTS的復發率很高 難以完全治癒 要長期追蹤 治療的目的是減緩病人的症狀 避免疾病惡化 像是神部靜脈酸塞和肺酸塞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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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还喜欢今天的主题吗 如果有任何想了解的医学知识 欢迎留言给我或是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